这是一块水嫩的豆腐 三块钱一坨 这是一只鲜活的龙虾 138一只 而这一份龙虾麻婆豆腐 898一盘 大概一年之前 我就知道这道菜的存在 但是因为它价格过高 食材太好 所以我一直不太感冒 反正口味也不见得会有多好 直到前几篇朋友做东 好好吃啊 作为舍舔四方的美食博主 每当遇见这样的创意欣慰 都无比兴奋 跃跃欲试 这道菜之所以价格昂贵 绝不是因为 甚至玩高企的租金 饭店内精致的装修 和全套Tiffany的餐具 而是因为 这整整一只硕大的龙虾 但龙虾美味的关键 不在尺寸 而在 新鲜 众所周知 料理龙虾的第一步 就是 就是排出尿液 让肉味更加清鲜 但鲜有人知 龙虾的膀胱长在脸上 接下来 波虾壳 取虾肉 是辣手的绵羊 最催虾的操作 再 混合盐 胡椒 蛋清 和生粉 牢牢锁住肉质的水分 然后 小火花虾 滋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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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下入虾壳 煸出香味 最后倒入了提前熬制了 7200秒的牛骨高汤 这个时候你肯定会问 咩咩咩 怎么不用狮子头 剩下的鸡汤呢 问得好 这套菜的主菜 只有龙虾 豆腐和牛肉 作为提鲜的辅助 选择和牛肉风味相近的牛骨 才不至于宣宾夺主 好专业哦 小火慢炖半个小时 之后再用它来 煮豆腐 北豆腐硬 南豆腐软 内脂豆腐 软软 但 麻婆豆腐讲究块状完整 而内脂豆腐一碰就破 只能小心翼的 切成1.5厘米建方的小块 在温柔的推进水里 加盐煮开去除豆腥 之后 屏住呼吸 凝住气 缓缓倒进 漏网里 屏住呼吸 凝住气 缓缓倒进 装满水的漏网里 一减少剧烈的撞击 我真是翻车区的大聪明 最后换上冷水浸泡 防止它们粘在一起 买一坨当天献杀的新鲜牛肉 拿菜刀 剁细细 倒料酒 转云云 开小火 煸香香 灰锅铲 炒酥酥 直到它变得早红红 而不是焦糊糊 我就把你的嘴巴撕了呢 之后 五花马千斤球 沿河老抽加料酒 接着偷偷试一口 最后的最后 需要备齐 现打的花椒粉和辣椒面 剁细的皮线豆瓣和豆豉 切碎的大蒜小葱大葱白 混合均匀的淀粉水 炖好过滤的龙虾汤 以及白糖老抽和料酒 牛肉虾肉和虾头 集齐这15样配料 剧面也都香啦 备菜一整天 炒菜10分钟 先下豆瓣豆豉 小火慢炒 撒入适量的辣椒面 加大葱和蒜末 半锅鲜美的高汤 倒一盆白净的豆腐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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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淋上料酒和老抽调味 撒一小撮白糖提鲜 豆腐太软 我不敢用馋 只好借助手臂的力量 将调料均匀地摇晃 加牛肉 下龙虾 饭要分三残匙 签要分三次勾 一吸二后三烧薄 才能紧锁食材的鲜香 增加厚重的口感 出锅之前 还得再撒上一把灵魂的花椒粉 和清香的葱花 哇 下头威武霸气 豆腐滑嫩细腻 满是的辛香 生腾月气 滚烫的辣意 狂野奔喜 不过是问你 点个赞行不行 虾肉虽然不及圆满得多 但一个人吃 也绝对足够 酱汁轻触嘴唇的瞬间 便淌出一股蛮横的咸 如同迅猛的雷电 窒息大脑的顶叶 轻轻一舔 又化作一缕娇羞的鲜 豆腐黏黏巴巴 软软啪啪 宛如孩童的脸颊 嫩嫩滑滑 入嘴 察觉不到分好的摩擦 咀嚼感受得到满嘴的针扎 浓浓的麻 重重的辣 以及一阵明显的弹牙 是虾 原本白嫩的虾肉 裹上了红润的油汤 原本清鲜的虾味 被张扬的麻辣掩藏 磕磕饱满 粒粒骨囊 随着浓郁的咸腔 在喷涌中退散 朦胧的鲜香 便在隐约中上窜 穿过笔直的鼻腔 抵达宽阔的印堂 请问我形象的文案 点一个赞 再乘一碗滚烫的米饭 搅一搅拌一搬 一口气能爬 八大碗 麻婆豆腐是最受欢迎的中餐菜品 不值一 全球各地都为之风靡 以至于日本出现了 草莓味的麻婆豆腐 改变不是瞎编 创新不是利益 将看似无关的食材 组合出核心美妙的搭配 才是创意腥味 而这道极具创意的 龙虾麻婆豆腐 一盘要价898 而复刻的成本吗 这次写撞 但算上两天的人力 房屋的租金 A货工厂 倒闭了